看看新闻榜 那现如今的娱乐圈中啊 明星们公开恋情已经不是什么大忌了 明星情侣间甚至还开始实行了捆绑销售 这样呢既解决了明星情侣们 聚少离多的现实问题 还能最大强度的吸引观众眼球 可谓是一举多得 这不在520我爱你那两天呢 就有两对明星情侣分别做客了两档综艺节目 畅聊情史 不知道是杨幂刘凯威与李靖戴军擦出的火花美 还是颜宽杜若西PK郭德纲的情节好看 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吧 面对这两对当红炸子鸡的明星情侣组合 无论是主持老手李靖戴军 还是后起之秀郭德纲 都选择了从采访对象初次见面聊起 两个人是2010年7月在恒电认识的妈 差不多这个人 别装一般人对 不记得 是夏天的吗 夏天吧 是夏天对的 是在哪 在一个餐馆 餐馆 在餐馆 还记得桌上都摆了什么菜呢 那天 好像有苦瓜炒鸡蛋 别炒 因为我每一次都会点这个菜 杨幂啥都不记得了 那菜也不记得了 那你去干嘛去了 唱饭 这个人就没看到 长得没有存在感 你记不记得刘凯威也不记得菜 我觉得你是很灵魂出气去吃了一顿饭 方便说哪年 2009年 2009年 那还那会儿也不小了 在哪个戏里面认识的 不是戏 是那个 很机缘巧合 就是什么呢 我坐飞机 然后下了那个 虹桥机场 到了虹桥机场 上海 对 回家 然后呢 他也是在那下的 然后提行李的时候就 在那下的 对 就是我帮了 因为他那个行李特别大 所以我帮了他提了一下行李 然后一聊 后来就知道 我俩住 是同 是那个同学嘛 上下铺 不是 不是 他是我师妹 最主要的是因为 我家和他的家 在上海的家 就一路直隔 就一路直隔 这么近 就直尺的话也就50米左右 再从第一个问题的反应情况就可以看出 李静和戴军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走的路 要比郭德纲曲折很多 果不其然 即便杨幂和刘凯威公布恋情 已经一年多了 但两人依旧不肯承认 当初是谁先动的心 那那天是 就是应该刚卸完妆 然后洗完头 就还没吹干了 应该 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影响到我下面要放的这大屏幕 没有 就是 就是觉得 既然有人这样 真的可以 有女孩这样 真的可以就 就这样就来了 就是这样就 那么 那么那样就来示范 你那天有没有一点小小的化学反应 我有大屏幕啊 就挺好 点点 现场当刘凯威听到好友秦来向节目组爆料 是自己对杨幂有好感后 堂堂红七公之子竟然留下了男儿泪 因为有一天我跟凯威在拍戏 刚好杨小蜜他们在隔壁组 然后凯威就问我说 说 诶 隔壁组 我知道你那个 你七妹也在隔壁组拍戏呢 她说 诶 你居然刚才唱班啊 然后 我是一个特别急嘴的人 我就闻出味了 我说 你什么意思啊 我问你是不是觉得我七妹特别漂亮啊 我说 那天吃饭 你怎么样 美吗 她说 美啊 美啊 不化妆也美 你是因为哪段哭呀 同样是谁先追谁的问题 郭德纲厂子里的颜宽和杜若熙 就选择了主动从事交代 同的有一个抢着表白的 对吧 先说话的 大姐咱俩好吧 这里有一个吧 是吧 我就举个例子啊 是师哥先说的 是师妹先说的 我 我 我 问题是一来二去 就方便吧 就方便吧 咱们能不说这么一个 秧脏的字眼吗 不是 什么叫方便 嘿 做孩子啊 杨宽和杜若熙的坦白 让郭德纲笑眯了眼 而杨幂和刘凯薇的淡定 则让李静和戴军抓了狂 我第一天见她真的没讲话 但是都是 哈喽哈喽 拜拜 拜拜 后来就拍戏 拍那个卢异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里面 你们好 但拍戏的时候没有 就没有 但是 就真的是那个时候会开始讲话多一点 没办法 谁让李静和戴军看上这两个腼腆的主呢 只能耐着性子接着聊 掐指算一算 杨幂和刘凯薇合作完如意之后 杨幂就主动牵线搭桥 让刘凯薇签了自己所在的那家经纪公司 李静暗自觉得这时候 这两人总该好上了吧 没有 就是会不停地打电话的 就是 就是而且会聊得很晚 其实双方都明白了 对 要不然 对吧 干嘛会打那么多电话呢 其实真的定下来是 好费劲 他俩好起来 怎么那么慢呢 现在人都三天就好了 七天结婚 你们俩挺慢的 我觉得 你想从那时候认识拍戏 我都急死了 好快说 就后来大概11月份的时候 都在一起 为了打探到杨幂和刘凯薇正式在一起的日子 李静带军花了这场节目一大半的时间 要是他们俩得知 就在当晚郭德纲很轻松的就得到了 颜宽杜若熙的恋爱经过 他们俩会不会一口老血喷出来呢 店包店门口有几个桌 可以喝咖啡 然后我就坐在下面喝咖啡 问题是 问题是那个街上没什么人坐到喝咖啡 就他一人 对 就是前两次以为是会偶遇到 后来就一直没有偶遇到 后来我就 吃了一吨面包都没看见 后来我就发短信 我说忙吧最近在忙 到底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楼下面包挺偶的 没法搭一块 对对 他就 你在楼下吗 对啊 你要说 做无知少女状 喝个 看来访谈是否能顺利进行 跟你的采访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 难怪有那么多业内人 要匿名在网上吐槽自己的采访对象呢 星云乐在线综合报道